大貨車切換車道 沒注意前方還有輛機車直接撞了上去 騎士倒下後立刻被捲進車底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我連煞車都沒有煞車 我沒看到他就轉 然後就發生了 然後我就聽到有碰撞的聲音 我就蹲下來 肇事駕駛蹲坐在路旁一臉錯愕 因為車後當時根本沒有發現前面有輛機車 這起驚悚的意外也讓附近民眾嚇壞了 經過的人講 說人在車底 他整個臉都滿臉都血 都被壓得都淡 地點在桃園盧竹 30號中午12點多發生車禍 現場大貨車停在路上 周圍拉起了封鎖線 被撞機車就倒在一旁 遠景貨包抵達 除了要釐清肇事原因 也怕又發生車禍 趕緊協助指揮交通 根據了解大車駕駛 當時準備右轉 疑似因為事件死角 沒注意機車就在前方踩回撞上 與其是當場死亡 騎乘機車 車應避免進入大型車輛視覺死角 及內輪差區域 與確保行車安全 相關車座趙澤 還有在警方進步釐清 女騎士豪端端騎在大貨車前面車道 全員視線死角 枉死接頭 三連新聞 張文杰 黃正傑 台灣商務報導